你们都开车对吧 多数人开车 我们那个汽车油箱的开口 为什么有的朝左 有的朝右呢 这道题目是复旦大学的一道 自招的入学面试题 这道题目其实挺有意思的 当时其实给了很多个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咱们去加油站 基本上来说是什么形态的 你的油箱的口在哪一侧 你的那一侧 是不是就停的靠向那个加油站呀 大家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啊 如果某天咱们全世界上所有的车 加油箱的口都在左边 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 这个加油站左侧那一排 能加油的停满了车 右侧的停不停车啊 会非常少 有同学说啊 你可以把那个加油管搞长啊 加油管搞长了以后 是不是就也能加到另外一侧了 大家注意 这个事啊 自打汽车油到现在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对不对 最开始的时候 改造汽车的加油箱的口的位置的造价 远远要低于增加那个油箱的管道的造价 而且当时增加油箱管道造价 造价非常高 就不太好做这件事情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呢 加油箱口在左边呢 就去左边那一流停 在右边呢 就在右边那一流停 它两边是不是相对均衡了 那你加油也就相对比较方便 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也是我们思考事物的时候 要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一个方法 就像我这样一样这种东西